夏天來了天氣很熱 很多人就會像我這樣子 帶隨身的電風扇來吹 如果真的受不了 就會到百貨公司裡頭來躲太陽 不過現在就有民眾反映說 我後方的這間百貨公司 前幾天他來的時候 連進去電風扇都還是要吹著 熱到洞尾條 民眾反映 假日晚上第一次到百貨公司用餐 還要自備電扇 五樓的日本商品展賣場 跟開暖氣一樣 餐廳還沒吃就滿頭汗 冰水本來是一半冰塊 也熱到融化 門市人員反映給樓管 但也沒改善 還有其他網友說 後未半小時 像進去烤箱吃肉 或是質疑 難道是事辦現溫令的關係嗎 還好 還可以 跟外面比還是涼的 你有這樣過還是幾樓嗎 剛剛在燒肉店也不會覺得熱 試試看最多人反映的五樓 確實走在這層樓時 感覺比其他層還要熱 溫度計放了10到15分鐘 顯示26到27度 也感受到特定地區有熱風吹入 來源疑似是一旁 市東路方向出口 安全門沒有關 而12樓溫度約為25度 週五這天冷氣滿涼 地下室美食街約25到26度也正常 而對此當事百貨在截稿前沒有回應 其他間非當事百貨冷氣溫度規範 SOGO已經落實室內冷氣溫度不低於26度 餐廳內美食街也會控制24到25度 餐期是狀況調整 微風是依照政府規定 而新光三月也是依照政府規定來調整溫度 用餐時段限溫23度 正負一度緩衝 目前還在試辦純粹推廣 因此沒有罰則 而現階段採用的室內冷氣溫度限溫26度 要是低於會限期改善 不定期抽查 覆解沒過將會開罰2萬 希望節省用電 民眾感受上也能舒適 TV新聞我想趙慧先 太棒了